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台湾去看一个新的地标 这个地方在台中市区 夜晚的时候更漂亮 白天看起来像是大船入港 晚上的时候透过灯光投影 更像一个七彩船舰 大概您在很多人脸书上已经看到 拍了之后立刻po网 它整体造价公帑20亿元 而且全部设计师是30岁出头驾杠的台湾人 马路旁这一栋白色建筑物 实在抢眼 其实经过眼睛都飘向灯光处 还有这位先生戴着安全帽也要拍照 我们台湾的建筑比较少这样很流行的嘛 再从高处往下看建筑物像是一艘船舰 左右两边有城市灯光陪衬气势逼人 它其实是台中市新盖好的图书馆 还在验收阶段就已经吸引摄影迷来拍照 尤其这个造型 而且它整个白色的灯光搭起来 就觉得跟一般的房子的感觉不一样 图书馆的两面有完全不同的感觉 3D立体图可以看出建筑物一边是都市异象 另一边则是偏向绿园道休闲公园 这座图书馆地下两层地上五层 总面积一万两千平 除了提供市民阅读展览休闲活动 甚至和德国法国美国等在台协会合作 规划出新移民多元文化区 最特别的是整个设计团队都是台湾人 设计和建筑师平均只有30多岁 他们突破台湾传统设计工法 建筑物不在四四方方 在建筑上面可以反映出整个河流在交替之中的关系 最后来就可以产生出流动的水平带窗 以及整个光影非常变化多端的一个皮层的现象 图书馆外观有许多弧线曲面变化而成 施工高难度连国外设计师都佩服 整个图书馆总经费高达20亿 未来馆方还将对外招商 包括书店咖啡店都将进驻 预计明年五月中下旬 正式开幕将成为台中市信心景点 TVB熊 陈书贤 丽隆 绍红彩轮 海中采访报道